刚刚我在后台看 大张伟老师说了一句话 就说你到底是要成功 还是要自己开心 那对 但是我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我就说我要我自己开心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 我的年纪也不小了 我2011年参加快乐女生的时候 就已经27岁了 到现在我36岁了 很棒 不像36的 像28的 我觉得人活一辈子 能有点自己想干的事 真的挺不容易的 因为中间经历过一段时间 就是很不好的一段时间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有什么事情是我现在还没做 会感到遗憾的 两件事 一个是尽孝 另外一个就是 我想有我自己的乐队 肯定有个特难受的时候 快哭了我 他肯定觉得自己 以前被憋坏了 他的人生我不敢想 就是因为我也是那种 看阳光乐演出啊 尤其上面看音乐节 我都不认识这乐队 那琴一想我就开始流眼泪 然后我就觉得 我永远不可能再有那一天了 是什么 你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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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心头了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加油 但我现在特别幸福 我现在找到了一种状态 是我十六七岁的时候 跟他们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不管大家对我的评价是好是坏 因为我开不开心 只有我自己知道 他们三个人 跟我在一起开不开心 我们真的是不是爽 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其实你放下了 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你在大众心目当中的那个人设 是吧 刚刚那个谁跟我说了 我的人设非常酷 非常A 然后 然后结果上来就哭了 A是什么 长得好看 你是为了月下 拒绝了乘风扑浪的姐姐 是不是 就我怎么觉得 中国演艺行业出口特别少 就大家现在都起一件事 昨天选男团求选女团 然后我前两天录一个节目也是 一堆老爷们就是 开始那跳男团舞 一个个练的 腿也死了 手也轻了 然后那证明自己还年轻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了 但是呢 这个节目每一个乐队老师都特别了不起 是在于他们真的敢自以为是 哎哟 您知道在这个年代敢自以为是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因为所有人告诉你 你不能觉得这件事 你自个有多了不起 因为总有一个人比你更了不起 然后因为谁的点赞对桌 谁就是了不起那个人 就是总有一个数据证明你是了不起的 你好像没有一个方式能证明你自己了不起 然后一个人能告诉自己 我就想这样活着 已经是我觉得 现在是一种奢望了 所以说他当然说的所有事情我都明白 但是我不敢想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